待到夜半三更,她轻悄悄地从床上爬起来,屋外一片寂静,没有人守着门口,也没有侍卫三不一岗,更连看着她的人都没有,然而当她轻悄悄地把门打开后, 属下参见王妃。 姓母,你是要吓死我吗? 娘娘恕罪。 沐淳派你来监视我? 不是,王爷派属下来给娘娘送些东西。 什么东西啊?上面只写着一句话。 爱妃出逃之罪,将由小绿承担,望爱妃三思而后行。 你们家王爷应该知道,我是不受威胁的人。 是,王爷嘱咐,由娘娘自行做主便扛。 你,可是想到小绿这三天尽心尽力地伺候,我不过出来散散步,你们王爷还真会往我头上扣帽子,这个罪本非不认。 逃走不成,叶芷云也不想回去睡觉,心情不好,一边走一边踢踏着脚边的食指。 忽然光当一声,一丝铁链拉扯的声音,传进了她的耳朵。 这里,原本是一间柴房,是原主曾经居住的地方。 柴房里,还有人? 是谁? 徐娘? 小,小,小姐,小姐啊,小姐,你,你可还安好,你可还安好啊。 我还好,徐娘,我一切都好。 原来这位被锁着的,是原主在文博侯府时,贴身伺候她的嬷嬷。 徐嬷嬷是原主母亲的陪嫁丫鬟,原主的母亲死后,徐嬷嬷便尽心尽力地去照顾原主。 徐娘,你放心,以后我都不会再让你受苦了。 小姐,你快走吧,等下他们来人了,你,你又要受苦了。 我一把年结,死了就死了,不要紧的。 小姐,你快走。 徐娘,你怕是不知道,我如今已经不是什么小姐了,我嫁给了湛王,现在是大月堂堂的湛王妃,他们怎么还敢动我? 湛王,湛王,湛王身性暴力残忍无比,小姐您,你怎么能嫁给湛王,是不是,是不是他们逼你的? 小姐,您逃吧,逃得越远越好。 不是,我是自愿的,湛王很好,并没有传闻中说的那样可怕。 怎,怎么会,小姐您。 徐娘,我方才说了,我以后再也不会让你受苦了。 徐娘,走吧,我先带你去休息。 小姐,老奴,老奴是在做梦吗? 她被囚禁太久了,从来没有想过能活着走出这间牢笼。